但是我觉得会有很多的 喜欢音乐的朋友会羡慕你们 因为你们是把梦想照进现实 从小喜欢唱 然后真的有一天站上了大舞台 你看这个从2016年开始 基本云飞每一年 都在春晚上有机会给大家表演 已经上了六次春晚了 对吧 第一次而且还特别有意义 2016年 对吧 对 对 在我们春晚的分会场 也是你的家乡 对 布隆贝尔 布隆贝尔 据说那一年特别冷 然后就是我们在 之前彩排的时候 那个设备经常是动得就故障 这个信号就过不来了 后来我们的设备后面 给设备穿这么厚的棉衣 你那天是穿什么表演的 秋天穿着薄的蒙古袍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们有一幕就是 无别的沧海跟来相恋 唱这一句的时候 推开那蒙古袍那个门 我们要冲出去 然后把那哈达 手捧哈达举起来 我就感觉那冒那哈气 然后就这样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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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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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动得不行 那个颤音特别自然 真的 图雅上春晚可能要更早一点 图雅应该是14年对吧 我是2014年 对 而且也先后上了四次春晚 对 对 然后是这样的 给我打电话 导演就想找师生传承 然后两个老师带自己的徒弟 所以导演就希望是乌鲁娜老师 就我的老师带着我 然后我就满怀着喜悦 给老师打这个电话 但老师就说 哎呀 那个腿啊 这个我跟你说个情况 就是我师父的这个 侄女摔倒了 摔的这个脑袋非常重 就是面临着这个生命危险了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不巧 特别不巧 我当时听到这个 我说老师我理解你 我也很年轻 我就老师给发了一个信息回去 老师就觉得 这孩子挺懂事的 就是他 他其实很渴望这个舞台 春晚的舞台 是每一个演员的梦想 然后他就跟布人老师去讲了 布人老师就是 因为是看着我长大的 然后布人老师就跟老师说 你去陪孩子去上春晚 因为图雅需要这个舞台 你作为老师就是 你就是要燃烧自己 要把自己学生举起来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春晚的舞台上 然后家里的事有我 有布人老师他说自己 布人老师就放下 这个心里的压力了 就陪着我上这个春晚的舞台 觉得这个舞台 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前两年 布人老师就不幸地 就离开了我们 但是布人老师就是 在我心目中 在我的艺术的生涯里头 也是我的恩人 其实谢谢图雅的分享 所以你看这云飞也好 图雅也好 当然人生第一次 都是记忆犹新的 所以想到了自己 这一路走来 从当年那个马背上的 那个孩子 好 终于有一天 站到了自己梦想的舞台 而且第一次站上舞台 都有背后这样的 让你们记忆犹新的故事 没有没有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就是分享了 我对图雅的评价就是 我觉得她是一个 特别懂得感恩的歌手 然后你看刚才她分享故事 她要感谢她的老师 而且你看她也说到了 现在有那么多人 喜欢她的歌曲 有那么多阿姨们在广场上 以她的歌为音乐 然后伴着这个旋律去跳舞 她很开心